我們現在試著看一下這個動作 試著試試看 去利用膝蓋翻轉的姿勢 看大家做得到做不到 壓力壓下去 壓著這個用力 我們現在看到這樣的姿勢 其實在滑雪的時候 在滑雪的時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可以用手去俯術一下 給膝蓋一點點壓力 讓兩隻腳模擬一下滑雪之後的姿勢 如果推的動作做得到 你已經接近一級的等級了 那接下來再來就是我們的上半身 押ストックはちゃんと使えますか 大家 這個答案的Paul 有 在滑雪的時候你們有在運用嗎 嗯 有 有 有 まずは手をストック このストックの長さも 大体こうやって構えたときの この長さで決める 長さで決める 長すぎるとこうなっちゃう 短すぎるとこうなっちゃう OK OK 那我們基本上 我們的手上的長度 是我們 比我們 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手大概是這樣的位置 那如果你太長的話 你可能會 變成這樣子 那太短的話 又變成這樣子 所以 大概就是一個 平行跟地面平行 大概就是我們 一般來講 手上的基準高度 當然 也會依照你的狀況 去調整 じゃあこの手の位置 どの辺がいい ポジション 今の じゃあ足はここで できました 手はどの辺がいい どの辺がいい OK 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們站姿 我們現在站姿是這樣 我們的手的寬度 正常來講 應該在哪一個位置 是比較正確的 大家想一下 要不要 ください いい あ 借料不先 不好意思 この こうやって こうやって 考えた時 この位置は 大体 この前 これ これ何か分かりました OK 那我們這個 拿到的距離 基本上是大約 大概他剛才示範的這樣子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 これ これ こう こっち じゃあですね 不然我們ベンチプレス OK 那我們在做握曲的時候 假設握曲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直上直下 如果我們不會太後面 因為會往後打 太前面會往後打 所以 這やったとき この カマヘラ 所以這個paw的位置的測定方式 就是我們想像一下 我們在做握曲的時候 平舉上去應該在哪裡 你絕對不會這樣子舉 或是這樣子舉 一定是直的舉 所以大概就是在你的胸腺下緣這個區域 對 那所以你的手平舉是這樣 當你在拿paw的時候 大概是這樣 大概就是在你的胸腺下緣 左右 這個都是不太黑的 さ これで じゃあこうやって 一個 combi 構えてください 對 對啊 まず 腰を高く 足首の角度 決定 手の位置がこう 決定 很多手的攻擊 構えると もう立ってるだけ 如果在這個風格建立的話 如果不動的話就超自由 你不太能看得到這裏 動得不動 Ski 手的手一直在押著 OK 那我們那個 image 的 training 就可以做到 就是你試著 站姿是不會有不一樣的狀況 是一個很穩定的狀況 這個就是我們在 我們腰的高度是固定的 手的高度是固定的 告訴自己 提醒自己 正確的位置在哪裏 現在的構想可以做到 滑的準備已經結束了 所以 實際上就滑出來了 OK 那我們剛才第一個重點 我們的 position 大概就是剛才解說的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滑心前 確定我們身體姿勢的幾個方向 對 今 例えば 今の姿勢を 止まっているところから スロープに入る時に 高度的重心を こうやってフロント側にやって スーッと滑る こういう動きが まず 一個目の動きは スーッと 自分から前に滑り出す OK 那我們在滑行的時候 準備開始滑行的時候 剛才我們在平地上的站姿是這樣 那當然我們在面對斜坡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有一點點往前進 那這就是我們開始滑行的第一步 最初に滑る時には 二つ思考があって いきなり急なところに行くと 怖いとか すごく 怖いとか その斜面に滑り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ネガティブな アイデアになるんですけど スロープが緩いと 自分からこうやって 行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から もっと ポジティブな 考え方が生まれるので 子供たちともし滑ったり 初めて誰かを 連れて行くんだったら 無理しないで 自分からこうやって行ける シャルアラトラスは とっても大事 OK 那我們在 不管是進階 或是初學者的滑行 有兩個重點 開始滑行前 有兩個重點 就是說 你如果 開始滑行的時候 在太陡的地方 做這樣的動作 因為他會有障礙 會斜坡太陡 速度太快 他會怕 他會不敢滑 那 所以這時候 我們 如果我們在太緩的地方 可能會 需要用PO來推進 那這個方面的調整 這兩個方面的 到底要在哪一個斜坡 當然就是要配合他的程度 配合他的能力 跟他的年紀 那我們不要去做太極端的練習 那如果說對坡度 其實有一點障礙 那沒有關係 我們一開始利用一個緩坡 用PO推行 也OK 不要急著在斜坡上面做 我們還不是很熟的動作 今度上重上升 第二要進去ports 最後要進去 要進去想要進去 再次的速度減少 上達我進去的 都把速度減少 在手段的地步 都判應該一起去 然後 再次的速度 都進去 東西上達水 model 速度的控制 是我們進階的 非常重要的重點 那什麼是所謂 什麼是速度的控制 就是你想要加速就可以加速 你想要減速就可以減速 你自由調整你的速度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練習的速度控制的技巧 重點這樣做到來的 要是這個速度的 我們形勢去的速度的速度 可以去減速度度的 所以,這個速度是多的 可以在一個速度的速度的時候 這次的速度是比方向上 排一下 往前是我們可以這樣設定的速度 三個是Ski的位置 我們在控制上面有三個方向 就是三個方式 三個重點 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板子 給板子壓力 這是一個控制 另外一個就是利用Edge 轉換Edge 把Edge站起來 利用只有Edge去控制 再來另外一個 把板子橫下 直滑橫下 Side sleeping 這也是第三個控制 現在是Curling Skip 還有Side Carb 所以這個動作比較少 但是 加重的事和可動的事 是主要的Ski操作 OK 那我們現在Ski的板子 已經越來越進步 那有很多設計 因為我們的板子都有Side Carb 其實沒有 不需要太多的橫向 其實因為板子有Side Carb 你在加重 在把板子翹起來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用到它的Side Carb 去做一個轉向的動作 而不是直接把板子轉向 因為板子以前的板子是沒有Side Carb 那現在都是有Side Carb 所以我們只要給重力 我們板子就會彎曲 彎曲之後 就會有轉向 可以大概說明一下 你們現在在使用的板子嗎 大概多長 3 5 3 1 7 6 5 5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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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